你好 欢迎收看8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江湘柏柏部落居会所10号上午在人里旧烟夜长 执行新建工程动土典礼 而这次总共耗资1700多万元 预计工期需要270天 而明年完工后将结合县府规划的运动公园 承担起地方的文化传承等等多功能的用途 吉安湘柏柏部落居会所10号上午在人里旧烟夜长 举行新建工程动土典礼 这项工程总共耗资1700多万元 成为吉安湘内第一座以模构设计的部落居会所 制仇地方的工程款来一起做搭配 我们希望柏柏部落带来的不只是部落文化的传承 也能带来跟社区休闲运动公园 以及县府地方乡镇来共起我们多元建设的一个很具体的目标 那我们年底这个地方的运动休闲园区就会完成 那属于文化局的文资的部分 我们也会在今年陆陆续续把它慢慢整理起来 未来这里无论是室内室外或者是我们预备方案 都能够成为一个我们在吉安湘很重要一个一文发展休闲的基地 这项工期需要270个日历天 在明年完工后将结合县府规划的运动公园 承担起地方的文化传承等多功能用途 而县长徐正伟在支持中也特别提到 地方建设的推进其实并不容易 华联县不仅是依靠占用华东基金的经费额度 还要包含华联县预算以及地方配合款才能够完成 因此要特别感谢立法委员郑天才 在中央基级委华联发声 让华联县各部落聚会所行建预算 能够回归到原民会的公务预算额度 如此一来 华东基金也才能为地方带来更多的建设及改变 记者徐立芹 吉安湘报导